社会民主和谐党主席 拿督彼得安东尼伪造文书罪名成立 必须入狱三年和罚款五万令吉 可是他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 上诉案将会撤换法官在三月十五号审理 彼得安东尼在二零一四年 身为私人企业执行董事期间 伪造沙巴马来西亚大学文书 获取项目合约 他在去年罪名表例 罪名成立之后缴纳罚款 可是也在同年的六月提请上诉 要求撤销罪名和刑罚 案件原本由高庭法官 拿督柯林·罗伦斯审理 可是他升任上诉庭法官 所以另一名高庭法官 拿督阿莫巴切将会接手这宗案件 请不吝点赞 让 kita立't来 Miami 任何审理 beeld赞 让我看起来 我们就能够去年网马 尽快点赞 替我用佛的糖果 变成立之后 去年网马 我去年网马 尽快点赞